大家好 我是一游队的俊古 我现在是在贵州这里是镇原古镇 今天的目的地是去铁溪 去铁溪要在这边坐公交车 刚刚步行过来大概是需要10分钟左右 事实上还要再走前面一点 前方才有公交车坐 坐七路车 公交车七路 铁溪 终于来到了 票价2元 他这个公交车还有安全带的 虽然这么小 但是也有前门后门 而里面都是木质结构的 比较特殊 东京七路 现在已经到达这个铁溪风景区 这里有个大门写着《游林外史》 《无尽子住》 第四十三回 《野阳堂将军大战》 《歌舞帝酋长结营》 现在进入这里面看一下 《黄山松烟》 刚刚坐公交车呢 也没有多远 大概就坐了十来分钟 反而是步行去那个公交车站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现在依然是下着毛毛雨 天气依然是比较冷 这里的风景呢 确实是秀色可擦了 在这里还放置着一艘 应该是木亭 现在是用这个油纸包着 这里有一个山洞 应该是不能进去 好 现在继续沿着这条路往前走 亲近山水 刚刚进来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不知道我在哪里下车嘛 所以呢我就问了一位在旁边的大姐 然后她就说 就是在这里下车 但事实上呢 事实上还有六七公里 所以呢我就进来之后又走了一大段 然后现在离景区呢还是比较远 然后在路边呢 刚刚我遇到一位大哥 我就问他 为什么那么远都没有看到那个景区 那位大哥告诉我呢 现在离景区呢还有很远的地方 而且呢 问题是进去那个景区大门之后呢 还要走个四公里 也就是说还要走个一个半小时 然后出来再一个半小时 就是说时间不够了 而且呢 在深山老林里面呢 信号都没有 所以建议我不要去 而且现在呢是雨天路也很滑 而且里面没有信号 一个人建议不要进去 所以我现在呢 还是回去正远的市区哦 这一次的任务呢 相当于是失败了 这个景点呢就没有去到 事实上呢我是想去铁锡龙潭的 但是离这边呢实在是太远了现在 而且坐车也不是那么方便 要等很长时间才有一班公交车哦 所以这条视频呢就相当于是 带大家呢看一下沿途的风光 事实上这沿途的风光呢还是不错的 在这边呢风景还是不错 只是今天呢下着毛毛雨 拍照录像呢都不是太方便 不还好这个马路的这个路面呢还不会很滑哦 现在呢回去镇圆古镇的中心 明天呢就要离开镇圆古镇了 明天呢目的地有可能就是铜仁哦 但是那边呢帆镜山还没有开放 现在还在检究当中 不知道是到17号还是到19号 所以明天是否是要去铜仁 我今天晚上我再做决定 这前方呢就是镇圆汽车站 今天呢就要离开镇圆了 刚刚呢已经在网上呢已经订好车票了 现在进去里面取票 后车厅 镇圆汽车站 自动取票 3点钟出发到铜仁 过鸡安检 超过鸡安检 超越撞 leave 可以吃 I really think 这么龐次了 妳也没有资多了 大 birds 各位民客 想要变卖个女生两个 白色 睡着了 奇怪 每次过安检都是感觉非常非常的麻烦 包非常重 两个包 但是呢 又是必须的 同仁 好久之待 就是这台 诶 它这个车门没有开 要等一下 现在时间是两点半 三点钟开 还有半个小时 在这边等了很长时间 这个车依然是没有开门 镇原汽车站 再等一下 刚刚下车 它这个车是不进站的 就在路边就停了 现在就去先找住宿的 感觉这边天气要比镇原那边要稍微冷一点点 在这边还经过同仁火车站 我订的酒店就是在这前方 这边走过去大概就是300多米左右 同仁市它三个站都是在附近 同仁火车站 还有这个环北汽车站 还有一个旅游客车站 也是在这里附近 这边要先过马路才进来 不然怕前面没有这种路口 这边车子不让人呢 好就是在这栋楼 刚好坐的它这个梯呢是货梯 哇这个货梯 你看乱七八糟的什么电话号码都有 变成广告电话号码了 七楼 它这个应该是公寓是改造的 OK在这边 哇还在装修当中 你好 这边是松童主题 我在美团上面刚刚订的 是你订的吗 叫我什么美团 对无用具的 你那个房间有没有空调的 有啊 有的哦好 那个续住也是按照那个价的哦 你要续住吗 我明天再决定可能要吧 你去等一下 你要在这里 你早一点跟我说不是 这几天地方的 我看一下明天有没有地方 哦 这段时间地方的人 他都是提前的 不是像 从这里过去810 810啊 好810 对对对 810 哦 哦窗 哦窗是有窗 是一个小窗 空调OK 行 行这个房间可以 虽然小但舒服 可以可以 我要的 要的要的那你就把那个关掉吧 我这个用手工登记的 啊手工登记 他这个房间呢虽然很小哦 但是呢 他不错 好这个呢就是今天晚上住宿的房间哦 房间呢虽然比较小但是呢他有空调非常好哦 呃 他那个美团上面呢说是有窗哦 他确实是有窗但是呢就是 呃这个 但是呢就是这样一个小窗哦 但是呢也可以 也不错 呃也算是通风 他这个洗手间也是不错的 虽然小但是很温馨很舒适 感觉可以 呃而且很便宜才58块钱 60块钱不到 好这个呢就是今天晚上住宿的房间 给大家完整看一下哦 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这个视频呢就给大家拍到这里 我是一游记的俊古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